伊蘭縣49歲郭姓男子2日凌晨到派出所縱火 導致6台私有機車被燒毀 派出所大樓電路也遭焚毀 整栋大樓停电 郭南漏网后坦承犯案 根据调查 郭南5月间在罗东正围停被警方开单 疑似因此心生不满 于是拿着宝特瓶跑到台北市的加油站购买7元的汽油 并且带回伊兰犯案 事后警方寻先调查 在新疗一路发现郭南的行踪 当场于伊兰亭 逮捕 郭南被捕时身上还有打火机 汽油的购买发票 警方调查后依照妨害公务 公共危险以及毁损罪等罪嫌一送 并鉴请检察官升押 法官于深夜裁定收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